持大悲咒,排出肾结石 三年前,在一次日常的体检中 我检查出右肾长了一个5.0 x 5.2 的结石 当时挺惊讶的 为了不做碎石手术,我就到处寻医 找过好多京城里有名的医生 吃药两年多,花费近万元 不但没有把右肾的结石排下去 反而在去年12月份体检时 检查出左肾又长出了一个4.4 x 4.0 的结石 右肾的结石不但没小 反而长大到5.5 x 5.4 我很郁闷 因此一气之下,决定所有的药都不吃了 爱咋地咋地 过了有两三个月又去排查了一次 医生建议碎石或吃药 疑问要花费一万多 还听说要尿血挺血腥的 我怕疼啊 害怕影响到啥 毕竟是在肾上,男人的根本嘛 所以我暗自发愿 要把碎石花的钱捐出去 并坚持放生 每天坚持诵大悲咒不少于十遍 每天都在二十一遍甚至更多 并做定向回向 把捐款和放生的功德 功德也做定向回向 大约诵咒到两个月时 左右肾开始轮斑蹦着疼 好像有东西要跳出来似的 别提有多难受了 不过这个时候一定要坚持诵咒 一天也不能耽误 不但不能耽误 还要增加诵咒的数量 直到不疼了,基本就好了 我疼痛的时间持续了将近一个月 基本上都是在诵咒的过程中疼 不诵的时候基本不疼 看看这个咒的威力有多大 还有就是 在双肾轮斑疼痛的过程中 小便的时候尿液非常的恶臭 臭得自己都恶心 犹如腐烂的肉的味道 但是一点也不用担心 这是化石石的正常现象 因为石头在肾脏里化石石 会产生强烈的蠕动 会伤到肾脏内包石头的表层 会产生炎症 所以会臭 不过一点都不用理会 坚持送齿 因为大悲咒就有消炎的作用 在2011年8月1日建军节这一天 我再次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检查 一切指标正常 双肾未见结实 整个泌尿系统未见结实 一切正常 全家人都为我感到高兴 因为我真的成功了 也用我的坚持 证实了大悲咒的神奇威力 告为大家 只要充分信任大悲咒 并依教奉行 绝对没有问题 因为一切痛苦 一切病苦都是自己造作的 忏悔了 改过了 病苦自然就消退了 要相信自己 相信佛菩萨 感恩佛菩萨 随喜功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